Hello, 我們遲了一點就開始 不是遲了一點, 而是遲了很多 遲了24分鐘 沒錯 當然不好意思 當然要招呼一下朋友 Facebook 有一個規矩 跟普通做節目不同 他不是進來就像一般節目一樣 開始聽聽聽 因為他要出了那個 那個 event 才開始進來 如果有些人不遲 或者不是在等 就會進不遲 所以江湖規矩 滿幾個? 100個 滿100個才開始 照說 你玩這麼大 你不要滿3000個才說 首先, 女王, 你說一說 今天為什麼會遲了 跟大家 很多在等我們的聽眾 解釋一下 對不起 今天其實沒有人遲到的 也沒有人耍大牌 我們這裡不流行的 大家都這麼大 雖然最大的是次姑 但是完全沒有這件事 不過因為黃雨的關係 就變成了 我剛剛煮東西的那些客人 就被困 他們走不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藉口 實際上 因為他們很想見次姑 是嗎? 真的 真的 因為我通知他們 我說不好意思 你們可不可以早點來 6點也可以 6點半也可以 沒所謂的 因為我10點半要清場 因為我們11點要做直播 然後叫我 是嗎?你做什麼 10點半要清場 不好意思 我話聲音挺好聽 當然沒有測試 然後有一個 哎呀 是嗎?你跟千萬做節目嗎? 我聽了很多年廣東講 超激動 就跟你們知道是誰 抱著拍照 待會去放上這個Forum 沒問題 別人熱情的東西 你剛才用一句就寧容 她的那位 好美 三個字 美美美 那位是一位女醫生 我每星期六都會燥了 有一單今晚 不過呢 醫生在這裡 醫生很好 這單很小 立即選一選 不是的,他幫我塗藥膏 真的很好人 很友善的 因為這樣,他們其實是說避雨 實際上是想讓你出現 然後就集友 本來想聽我們怎樣說 但我們地方小 對,你說得對 他們說我們可不可以坐在現場 我們不出聲 但我們地方小,暫時不能有現場觀眾 下次就可以了 即是將來就可以了 要共同進退 否則因別也可以 這些是支持我們 我們很感謝他 有篩選的 開播以來 無論是現場 或是錄音 都很多聽眾董場 事實上很感謝大家 這個多度比我們的期望 更多了很多 對 這個節目跟很多不同 可以立即招呼他們 你來吧,招呼別人最厲害 50雲屍 我說100黨大了 現在差不多開始了 快點,就93 哈力斯,哈囉 柏宇 Wall William 很熟可麵 很老實 你這一些專驚 我也不喜歡 只是聽到 知道日子的都可以遇不出聲 但我聽過幾個節目 但有些聆話題都完全沒有時間去招呼他們 所以你那些聽眾可能是在後才會出聲 現在救了八個了,不要走數 今晚《禁濕不禁話》 講的題目就適合我和你們兩位 為什麼呢?講香港的移民 這個真的非常開心 很多人講講香港的福地 但福地之中還有很多東西是解釋不到的 例如為什麼土地這麼貴,這麼不足 為什麼有些地方不適合住人 有些地方一間劏房住四十多人 為什麼可以逼人離開,馬寶寶 又有很多傳聞,傳聞很有趣 不一定是害人的,很奇怪 很迷幻又有,可能很真 關於人的姻緣,國運,運勢 對呀,沒錯,很多都是寄入青史的 其實最好笑的就是,普通大家聽到什麼都市傳聞 這個奇怪的事情都是,好像經常都說幾十年前 但其實原來不停都發生的 我想講講最近一宗 就是上個月中,就有位鵬哥 他在行山,他一向喜歡行山擦車,很好動,很健康 還只有四十幾歲 幸好他四十幾歲 他是困在山上三天,沒有吃到東西 但都能夠很健康地撕回警察 走到很遠的地方 中途經過的地方有很多 他一天是北潭粒的出發 那條路線不知道兩位有沒有行山 北潭粒至藍蛇尖的路線 我還沒讀完衝,就已經走均勻了 小時候是拿命薄的,又沒有GPS,又沒有電話 什麼都沒有 由地圖一張實體地圖都沒有 是走到旁邊看地圖,然後憑感覺 小時候就是有這個膽,現在真的不要搞 然後他原本 為什麼你說不要搞呢? 因為他覺得山形很難走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現在年紀大了很害怕 以前小時候走到那邊就是那邊 想想,這裡是鹽田灣吧 然後同學就說 我來過了,好像是 拿來責任先,不要理,什麼都不理 又是走到那些地方 完全是驚激,沒有路 那些路全部都被樹枯蓋住 又有 然後最重要是帶夠東西吃,背很多東西 小時候就去原本計劃三天 但走到失去路,不要緊 五天就五天了 哇,你爸媽不找兒子嗎? 不找的,哪有空 五天不見你都不知道 節省兩天米飯就開心 對,沒事 要視乎一個鵬哥就是這樣 他很少可,有這些怪事 就是他巨小無謂地說出來 整個過程,你看到他寫了一篇稿 我傳給Panmaker 他說這麼長,1999 因為說得不精彩 不是,因為很少見到你 你知道你經常說自己文盲 但我最近突然突然突飛猛進 突飛猛進 但現在又有才子 還給你讚我字,這麼漂亮 有性格 有性格 然後說,糟糕了,走下去 然後可能暈了給雷光正 是嗎? 他只是懷疑而已 然後他斷了片 然後他醒來的時候,竟然在叢林裡 誰會抬進去呢? 沒有人 但我不明白 他暈了那一刻 他不是在叢林裡 他其實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暈了 是山路的 他的記憶就是去到那裡 是山路 即是石板路 不是,是山隻 因為露天空曠高 有些人要走過 就暈了他 然後報完平安之後 就馬上不平安 然後到他醒來的時候 已經晚上八點多 他在逛山的時候 是大約兩點 所以很危險的 如果雨嵐行雷那些 真的要找地方避 其實我們睡覺 通常都會一睡醒 晚上 當然是少 但你不能在山裡睡的 是 然後醒來的時候 已經不醒人士 看一看 哇,八點了 然後求救 誰知道那段路 直到被人找回 這個過程的歷史三天 三天 沒錯 他說在阿順屋買一些power bar 他說先弄一塊 那些煙也不會不見 但電話那些全部都不見了 不是嗎 在過程中都不見了 手錶也不見了 是不是被人套 手錶好像剩下的手錶 對,沒錯 可能被人老套也不訂單 什麼都不知道 但那裡沒有人老套 因為走也麻煩 成本太高 因為你老套了 有多少人行山 有多少人有十個八個 是不是那些II很喜歡潛伏的地方 也不會在那裡 因為實在是虧卓 不知道等多久才看到有人出現 現在去上水站就可以了 沒錯 沒有人敢拘捕你 接著 一路在周圍走的過程非常特別 例如他聽到一些聲音 有小朋友玩 蛤? 有小朋友玩嗎? 是呀 是不是有村子 是呀 有村子 然後走到又沒有了 從林那裡 有石屋 紅磚屋 什麼時候 你講到很恐怖 對 然後走到又沒有了 最好笑的是 他還能夠保持到輕鬆幽默 可能是寫出來 不能死掉 還是寫輕鬆 你相信他寫出來是真的? 他直覺 你沒理由挑戰過夢法 我覺得是 喂 阿JoJo就問 大家覺得探障之麥的聲音 和其他兩位有些不同 是嗎? 你是不是買帶在C4 來特別好聲音 在那邊就會 會呀 不知道 可能我的聲音本身是不同 Compressor是否太多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在英國的文學裡 有這種叫浪漫 Romantic Romantic Romantic的原始 就是 一個騎士或一個人 他呢 上了馬 只是拿一把劍 背著包袱 然後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 目的在哪裏 就隨著那個馬 去到哪裏 就是浪人 去到哪裏就有哪裏 有把劍的原因 就是去到哪裏就老了 不是 去到哪裏就被雷劈了 去到哪裏就被雷劈了 去到那裏 遇到一個美女 他又會有一段愛情 遇不到一個美女 遇到一個有錢人 就結拜為兄弟 也未頂 又可能去到被人害 總之呢 他靠信賴 這個天氣就會幫到他 這個呢 就是Romantic的文學 如果在現今社會 還有一個黑種米 其實另外一個 就是在西貢都安全的 因為哀哀都沒有 是呀沒有 自由行 還有哀哀 我想說 剛才那件事 那個人就是Romantic 是啊 他醒來 他經過的事情 最好笑的形容 他見到 最好笑的 他平時行山 不斷打招呼 因為整個路徑只有幾個人 他的朋友全部都認識 他說不停見到他們迎面 他的朋友 他一開始認識的 他其中是認識的朋友 但是也沒有看見他 那是沒有看見他 這樣就跟他走過 他不是死了 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說他是靈魂吹哀 可能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他自己的幻想 我們說是海蜘神樓 有時候香港也沒試過去到海事神樓 它要有很多條件 要有水晶氣 要有反應 還有他們要公平 先去地面 我見過海事神樓 在洛杉磯? 不是 我在敦王 私館我都試過 我很餓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前面有食物出現 你有沒有見到一些物體? 那次很遠會 浮沫 bzw浮沫 真是不實在的 是否有个漂亮女兒呀? 沒有 是個超壤 количе的附近的呀 有些水等反應陽光而已 好一個水晶氣 那他們是沙漠當罐人 內陸是沙漠,我便知道是海市神嶺 走遠後,大約幾分鐘就走車,消失了 其他人都看到,蜜鄭我看到的 我一沿湖城也見過,當時有駕駛很久的,去洛杉磯 去乃斯維加斯,沙漠也是,沙漠容易見到 然後看到那個市警說是墨西哥,他看到墨西哥的屋 然後他明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見到的,就是看到很遠之外的東西 但香港是不可能的,我就是歸咎於血糖,血糖太低,溫度太低 有幻想,但他人是周圍走,我相信他是周圍走 但他又不單止看到,有些朋友看到 但如果你血糖太低,和你太累,其實你沒什麼力氣走 但加上被雷劈了,可能怎樣移動 可能被雷劈了,可能有很多不同因素 可能腎上腺素加速100倍 總之是這樣 然後他搞了幾天,他都不知道幾天,沒了時間觀念 總之好像你這樣說,油盒一樣,一眼睡就先睡 他說看到一個溪間,很舒服,看到一個大石 哇,在這個大石就睡,很瀟灑 然後睡醒後,醒了都不同了 剛才明明是一條溪,但為何要生來傾瀉 就是The Inception 很恐怖 這個我不知道真是假 人有時會生中荒一日,世上幾千年 這個會不會又是一個這樣的幻覺來的呢 因為我剛才開麥克風之前,我就問次官 我記得我的故事,就是有一個古代 這些東西永遠都說古代,哪有像你那樣近代 比我的最近一點 我平時就說古代 就說有一條人進了山林裡面,蕩失了一路 但明明就走走走走走走走,突然變了另一個地方 就是世外桃源,好漂亮,女兒也好美 然後跟了一個美女結婚,如是 你也聽過了 我一定會等,你也聽過 然後就生了兒子等等 突然之間馬大眼又回來 但她回來 所有的親戚朋友,原來全部死了 哦,好像老人死了 黃良一夢,講這個故事 去到魏國做了駙馬 魏國,即是縮小了 魏,一隻隻魏 他以為自己入了皇城 有皇帝,有公主,做了駙馬 發達了 生了兒子,於是富貴榮一世 醒來時,原來自己在魏斗前面 原來是入了魏斗 比例都細了 由愛麗絲夢遊仙矩 中國版 剛才你那位也是,搶一隻船 走到某個地方,入了一個山洞 山洞原來是一個世外桃園 桃花園記 是David Lindam 桃花園記就是漁夫 餐廳,餐廳,餐廳 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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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進去休息一休 我打算看見山洞 竟然有一條縫,竟然有光 那些縫有光 每個人都好奇就鑽進去 鑽進去後 好像早前我聽過 有些說地心有人 即地球空心論 地心裏面有太陽 地心裏面有河流山間 好像地面一樣 更加有用不準的能源 地下城 我的桃花園記就像這個 可能是一個環境 桃園明寫桃花園記 有另一個寓意 即是世界上沒有落土 只有期望落土 外國人就是Utopia 烏托邦 還有另一個叫Zanadu Zanadu就是重奇 這個很快樂的人 是 鮮樂刀 亦叫鮮樂刀 亦叫鮮樂刀 後來那些人就覺得 原來世界上是真的有的 在哪裡呢?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北部 即是很高山的地方 在那裏有個地方 就說是世界的水平線 是Horizon 那個叫做Casme 有很多羊 對 三幾年的時候 有個英國作家 就去那裏 去到那裏 就入了一個 世外桃園 真的有這個地方 那些人根本 在那裏 他祖先在那裏 是未出過來的社會 未被文化污染過 那些人過著很快樂的生活 也是 不知天高地下 但我真的要強調 Casme的地方 是有天然資源的 大家要知道 沒有 但是 你相信Lamma Lamma應該去那裏 那裏現在很亂 很亂 不要去 但那裏 羊揹揹揹很漂亮 對 然後那些紡織 是自己瘦 自己織 自己織 那些東西很漂亮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那時候他有一個很重要 兒子不要咬 媽媽 謝謝 謝謝 想喝奶 就是他有藍寶石 對 黑澤米的藍寶石 是最漂亮的 還要說過一百年前 已經是最後一次開彩 現在已經不太有了 沒錯 你是要去到 什麼Christie's Sotheby's 就是拍賣到一點點 一點點點 沒錯 傳說就是 戴安娜王妃那隻 定婚戒指 都是那裏 現在就是 海底王妃那隻 就是黑澤米爾的藍寶石 哦 這樣就非常之漂亮 他的顏色 很珍貴 很珍貴 比起後來的 Burma Burma中文是什麼 緬甸 緬甸 比起Burma 比起現在的 Sri Lanka 斯里蘭卡 的藍寶 很重要 很漂亮 沒錯 所以你要成為 烏薄邦 其實我想阿拉伯游長 都覺得自己很多 因為有水 因為他睡醒就有錢 分住家就有錢 因為那些錢 在地上生出來 我昨晚聽到 私房賽的客人 他是做租船的 做一些豪華的遊艇 在香港還是外國 在香港 很漂亮的遊艇 他給我照片 我看過一遍 哇 香港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現在的遊艇 比買樓更多 是呀 這是事實 然後他說 上次這艘遊艇 就是中東亞聯遊的王子 連十步路都不會走 肥到一隻豬蠻 人車合一 人車合一 是呀 是呀 他連眼看見碼頭 一條十步路都不會走 都要別人車 可能是 然後就是他 給了天價去包一隻船 去玩 他說他完全對錢沒有概念 因為他選船都懶 所以唯有做 因為就是秘書幫他搞定了 即是銀子對他來說 一億和兩億根本上 沒有分別 對他來說他不明白 他不需要明白錢 不需要學計數 因為他不用數學 不用數學 因為是用之不盡的 取之不揭的 如果在佛教的概念裏 就叫做福報 有些人很大福報 就像這些 他們不需要辛苦 但有些人 像小女子一樣 做了一隻狗 又拉到 右手上個星期拉完 現在到今天就拉到這隻手 都是賺得雞稅這麼多 跟大部份的香港人一樣 是解決不了住屋問題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離離 所以我們很在地 不要說那些 說那些開心 香港實際上有很多 我記得在銅鑼灣 就是旁邊而已 王室寶 王室寶 這件事都不是很久 二十年左右 二十多年左右 那時候還有明州和新芝 對 新芝 就賣了一段新聞 說下面那些 marble 雲石 就出現了 一個pattern 一個形象 形狀 就是狗尾狗 那我就看那張照片 我就不太覺得那隻是狗 是一個marble的形象 但是 就是同樣切開 抹開 對 但是 他們的說法 比較神奇 就是 會變化 事故 你說在這裏 王室寶發生之前 我最近找到一個前轉 有前轉嗎 你趕前轉 我趕後轉 你趕前轉 好 我也有很多話說 關於說 前轉 原來就是 原來是在湖民府 即是湖民府 別墅 那裡沒有一個塔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這些行家 可能是編劇 很劇 有一天 無緣無故的 像今晚那樣 五雷轟頂 便會摘到塔 很多條雷 摘到塔 但不僅沒有倒 那些工人 就急上去 查 沒有結構 沒有燒著 你會發現那些壁畫裡面 有五個狐狸頭 是嗎 那晚燒完電 之後有五個狐狸頭 然後很害怕老闆責爛 快去洗 抹幾個抹不掉 那怎樣不行 一定要告訴老闆 然後就 告訴老闆聽 老闆說不行 很邪 然後找人作法 然後自動不見了 趕走他 趕走他 之後就去黃室寶 就去黃室寶 這個前轉 王位走 好 那是後轉 你那裡其實還有少少前轉 還有 你的前前轉 我就給你前轉 聲轉也麻煩 分開來吧 我們現在就是分開交代 就是說那時候是個酒樓 是 有個小女兒 擺滿月 對 擺滿月 我沒聽過 這個很出名 讓大家聽一下 我忘記我版本是否正確 年紀大記性沒有 就是說 有個 好像說 擺滿月之前 媽媽發夢 就夢到狐狸 跟她說 你要請我去喝 然後媽媽說 神經病 我怎麼請你喝 狐狸怎麼去喝 她很不懂你 傻的先生記得點 我忘記了 他幻化人形 跟她說還是怎樣 總之在夢裡跟她說 然後她睡醒 說神經病 當自己做了一場夢 沒有那件事 然後就去擺滿月 她說那一晚 還是緊接 女兒就暴斃了 就是嬰兒 她滿月的嬰兒就暴斃了 陰宮 然後她就說 惡夢不斷了 就說在這隻狗尾狐 來索命 然後 後來事情越鬧越大 他們就鑽開雲石 就看到那個圖案 是嗎 就是鑽開雲石 就看到的 好像是 在雲室寶就是附近的 因為本身不是那麼明顯的 不是那麼明顯的 就說是這個傳說出了 這個說法 就是媽媽 是一個受害人 說完之後 大家就覺得 咦?那裡不是有了 那樣 就轟動了很多街坊 那些八卦雜誌 都去拍 在網上可能 如果 打了這個 香港狐狸 可能都看到這張照片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現在搜尋一下 但我看完之後 我就不覺得它是狐狸 我也看過 它是靈形 很像一點 就像一個 一條神仙魚 將它 倒轉了 很印象 有孝卷 孝卷 孝卷是我另一個老友 你也認識的 是 這個 叫做黃占 黃占 那時候黃占 占卿 占卿 還未曾鮮油 是 那時候搬去 半山 我 那次適逢期會 去她家裡 跟她做一個訪問 那個專欄在某個州巷 叫做天賜良憑 天賜 天賜 天賜良憑 跟她 很多良憑 她是其中一個 去到她家裡 她招呼我們進去坐 她的廳裡 有一個觀音像 這個觀音像 有人那麼高 可能比人更高 我估計 因為沒有去摸 我估計是木的 木的觀音像 她放在她的廳裡 她一進來就告訴她 你有沒有留意 聽到有個觀音像 是呀 這個藝術品 她說 進來訪問 她進去書房 三日到門 說給我 和 我帶了一些記者 攝影記者去 她說 那隻狐狸在銅鑼灣 那隻 終於超渡了 趕了她 終於 就困在觀音像裡面 她告訴我 那是不是 我又沒有走過去摸過 我又沒有問過 是 難道我走過去問 觀音像 你是不是狐狸困在裡面 狐狸先生 有多少點 沒錯 不可以的 據聞有個測試方法 據聞 怎樣 我不知道是江湖行變手段 我沒有確認過 就說 因為狐狸 很有趣的 分中國和日本 是呀 沒錯 這個有很多話 但中國的狐狸 據說 很喜歡吃生雞蛋 沒錯 他喜歡吃雞 生雞蛋 尤其是喜歡 據聞 如果你 供奉狐仙 或者很多女生 和你曾經很喜歡的一個 女網台主持 不是 都是 公認 女網台主持 不是我 對不起 大家明顯不會是我 是 就是供奉狐仙的 是呀 說得對 我知道 我知道 猜得對 他承認 然後 我們稍後再說 那些人為什麼會敗狐仙 我們不要理怕 我們再說 糟了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稍後再說給你聽 他流了口水 那個人 噴而已沒有流 沒有那個過程 舔了口水 舔了 舔了 就說放生雞蛋 在他面前 不是忍過 不是 他不膩 你知道生雞蛋 他裡面會浪一下 打動 是 液體 好像不膩 不是 不是打橫 是企直 我看到有人做這些實驗 很有辦法 是嗎 人們就是這樣說 你放生雞蛋 立正的話 他真的在這裡 就是 很多人都叫做立春 就是立春 雞春 沒錯 立春就是拿同音 那天是立春 是一個 二月四號 是一個 中國的 節氣 二十四個節氣之一 那隻雞蛋 我們都叫做雞春 雞春這麼密的部出席 立春就是能夠 那天 將那隻雞蛋 動篤棋 帶到 這樣說 這樣可以 只有那天可以 其他人不行 我就很多 立春 讓你練習一下 但又不是那天 都立不動 熟雞蛋 可以 是 生的就不可以 因為現在世界變了 世界變了 我補回剛才我講的故事 原來我上網看 我的故事記對的部分 又不記對的部分 不要緊 自己補完 這樣就證明你真的懂這個故事 是 我現在說回對的版本 就是那時候 有一間 叫做美深皇宮大酒廊 沒錯 在溫沙 後來搬了對面的美深 是 溫沙大廈 是 溫沙大廈 那時候是叫王室寶的 那時候就說 兩公婆擺滿月 擺著的時候 擺完沒事的 擺著也沒事的 是回去睡覺的 那時候 老婆發夢 就看到紅眼 沾了很恐怖 就說 你在我地頭 擺酒 你都不請我 又敬我喝酒 你這麼不給我面子 我要拿了你的兒子 那樣 然後一起來 跟老公說完之後 立即去檢查 寶寶已經斷了氣 哎呀 這麼惡 對呀 真的惡 這件事 又說回了 剛才你說的那個 狐狸 有日本和中國的分別 中國這個狐狸 我怕這跟山海經的九尾狐狸有關係 沒錯 對呀 我只是憑幾億 我也是憑幾億 生技初夜 對呀 山海經裡面有一隻狐狸 巨魂是九尾狐狸的 所以近時難道沒有山間那一套 叫大道九尾狐狐 你看過沒有 我還沒 你年輕嗎 不要假裝年輕 你看過沒有 我沒有 蘭道寶珊卡 你記不記得是誰 意大利少長 王居居 我只是知道少長時 懂得法國的皮亞里察 不是 這個呢 意大利少長 就看了木面 但是很好笑 叫蘭道寶珊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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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美女 本來是相安無事的 誰知道 這位九尾湖 就入了她的身 入了之後 她的性情大變 就變成 真是蘇了 這個蘇 中人一用得很正 這個蘇不是一層蘇味的蘇 這個婦女 這個女子 是 很懂 運用的手段 男士 看見 娶了她 是的 娶了她 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這麼簡單 是她用她的眼神 她的眉態 令到你骨頭都鬆軟 是的 骨頭都鬆了 是 就像現在我們吃 那些鬆排骨 這樣 因為這樣 趙王就走遲玉琳 就不上朝 又殺了她自己的阿叔 袁佩太太 太也殺了 那些都死了 死了 她連阿叔被肝都掠了 挖個心出來看看 你說的心 你說你忠肝義膽 看看是否怎樣 聖人的心有九個洞 是否真的 是否有九個洞 那不止 還要專門劫孕婦 你聽過吧 我聽過 很變態 很變態 看看小孩子怎樣 又不是要你解剖 人體後就要剪就要看 是的 那時候沒有 於是大家就說 這個九尾湖作惡多端 下半句你再說了 他作惡多端 因為其實是很無辜的 當然下場就是 因為朱王沉迷女色 荒廢朝政 所以後來就被周武王 討伐 正義打敗了一個黑暗 這實在是這麼說的 大家要看回頭 為什麼九尾湖很想不想 上説拆幾身呢 所以大家就說 為什麼斬拆幾的時候 就是有隻狐狸走過 啊 你就是狐狸精 就這樣的亂想 但是我們現在去到神話 看回頭的風神榜 接下來又要拍子 電影還出現 電影又要出現 電影又有拍過 卡東片也發過 整個都會有風神榜 是因為周王 所以很可愛,就黃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是走去呂窩洞 然後看到他很可愛 然後在他的牆上留下了幾行的淫屍 意思是說你和我敦倫 他跟呂窩說嗎? 他不知道是那個神仙嗎? 他知道,但他是皇帝 目中無人 我沒有人 呂窩,你真是身材玲瓏得彎 出言不信 總之意思是你和我敦倫 我可以滿足到你很開心 這些意思是很自大 呂窩就火都來 頂你,我原本是你媽媽 我創造錯了人類 你老幾 他跟伏欺兩親妹 蛇尾交配 是亂倫心 就是夾到的,樣子都變成了 沒什麼,他享受的,變得很好 救人而救火 救貓如救火 接著呢,講到哪裡呢? 那個伏欺,這個呂窩 就調氣不順了 你那個咒說你調氣我 是,你這個人 呂窩他面前就有四大歲獸 四大歲獸見到自己老頂,大哥 調氣不順 大姐不喜歡 對,大姐的氣不順 那就出謀獻賊 阿龍又說我這樣 阿鳳王又說他這樣 講到最後 九微虎就說 等我出手 你們三個走開 然後呢 後來呢 他出了一條橋 他就說 等他迷惑就黃 你不用找人打他 他自己摺得了 就像現在的共產黨 等他自己腐爛 快點找他出來 這個時候呢 這個呂窩就說 OK,好,我接受你的提議 你去吧 就派了九微虎去治就黃 沒錯 那就找誰是當時最絕識的美女 就是代字歸宗的蘇坦記 那為什麼蘇坦記 埋到就黃身呢 就因為他老爸 其實是當時的一個封建的王仔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小王 就獻了介紹自己的親生女 就給就黃 就黃這些 不用問了 做戲都看到個衰弱 舔了 舔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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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了你去蘇坦記 蘇坦記 蘇坦記原來是報仇的 你都適迷了這個舔王 所以 等你自己腐敗 你自己爆 是呀 等你自己腐敗 他精準的王也沒有用 如果有兒子繼承都糟糕 就是要他急速地衰敗 所以男人 Helix Chan說得很好 男人出事永遠都是女人錯的 其實呢 整件事很荒謬 因為其實九美虎 是Do Justice的 是呀 怎麼會做這些事情來陰濕呢 是呀 就是呀 誰先錯在先 是宙王錯在先 是呀 他受懲罰 是呀 為什麼後來就賴了 將九美虎明明很忠於他主人的女窩 為女窩出氣的 這跟文化有關的 沒錯 後來就變了四歲獸 就沒有了九美虎 就是龍同鳳之後 就是麒麟和龜蛇 這個反映人生 怎麼呢 就是你不做就不做 出手做事的那個 明明是靈人工 就是被人 什麼 就是被人 叫你走 做完了 主要死你 沒錯 這個很普遍的 這個呢 以後呢 在中國文化上 就叫這種的 女士呢 就叫狐狸精 狐狸精 現在呢 現在呢 就是現在呢 香港是叫儀奶 大陸呢 就叫小三 以前香港都是叫狐狸精 叫小三 為什麼要跳過二呢 小三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怎麼一理就是三 是不是這兩個人 凸出來就是第三個呢 真的不知道 就知道呢 就知道呢 香港呢 就是傳承了 都是叫做儀奶 嗯 不知道為什麼大陸 近幾十年 就叫小三 沒有小二的 她是叫小三 都不要緊 但是呢 這個狐狸精的傳說呢 其實在日本都有 在日本有另外一種 日本很盛行的 自觀講一下 我有一次呢 去東京 在東京呢 就見到一個地壇 就是我們所說的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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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那一從 地方呢 我就是好奇啦 就去逢啦 這些 我就去拍照呀 凡呀 然後拍照呀 一看 一看 啊 什么都不是 是一隻狐狸 來的 嗯 那個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狐狸 白色 Murm 。 嗯 白狐 這些人呢 行 那些 ver 不是裝香的 是 我只是供奉一些食物,好像有些酒,我不是很覺得,我不是很內行,所以不知見到那個壇 我專門扮這些東西,你也扮這些東西 你知道東京最出名拜狐仙的神社,很多香港人都去過的,道賀神社 我沒什麼留心,可能就是那個 所以在拍照中,一排最多的鳥居,即是那些十字,不是十字 鳥居是一個木的建築,上高日本很喜歡兩行 Yen 字 它最多鳥居的寺廟,在日本,整個日本,如果我沒記錯,就是道賀神社 那為什麼那些人建鳥居呢,就說還神,就說很美,那個就是道賀神社 就是有隻供奉了那隻白湖 其實道賀本身是他們的土地來的 日本的土地 那土地呢,就是管米管城的 那土地的寵物就是狐狸 那隻,很多人拜牠,就不是說拜狐狸精的意思 就是拜牠的祈蜂 還有牠是一種,長和的,好笑頭的 日本人對狐狸,跟我們的印象完全不同 以前的電視也叫小狐狸,你記得嗎? 是,記得是,狐狸就不是奸的 經常幫人的 不是奸的,我們中國現在一說狐狸精,就是奸的了 我又沒見過中國會供奉一隻狐狸 有,也有嗎? 在一個,不是不是不是 道家的龍虎山 有嗎? 是,是供奉狐狸的 他們奉狐狸為護法,正統收入了 因為牠說當地曾經有瘟疫,那是狐狸擔藥來救人 所以有一個個別的做法 這也是,得你幸運呢,跟狐狸翻了一番案 如果不然,我們就當了煩惱,就是那些壞東西 就入了牠送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首先就是我們剛才說奏王的出處 狐狸狐狸是忠於牠老闆的,即是等於現在的建制派一樣 忠於牠老闆,但是有的而且確不是現在的處境 即是現在共產黨是欺負人 但現在是說,牠幫了牠老闆,牠老闆是受委屈的那個 那你不應該怪牠的 其實不合倫理 整件事真的覺得很奇怪 神話倫理是有點怪的 這叫神話倫理 他反映了一些不公平的事 可能是 但是我研究了,是不是每一隻都衰的呢 我看日本有好和不好的 他也有不好的傳說 但是中國一面倒,全部都不好 這裏順便開個叉也有說說 在中國來說,白色的東西是當好東西 譬如白胡,譬如白虎 白虎是好東西 本來是好東西的 我們現在白虎就退了去 變成說女人武武的白虎 就不是以前的 但是別人的拜神說要祭白虎 白虎就是是非 是非兼救的 不用吃人 不要吃人 對 白虎其實是一種變了皮膚的顏色 白變 白變 是白變 在古時,白色就是一個 他們覺得是好東西 白貓也好東西 黑貓也不好東西 黑貓也是好東西 對 黑貓也有個傳說 對 不只 因為黑貓跳過的床 跳過的屍 對 我不想那隻貓死 叫黑貓跳過的 我們繼續 師變 要自己跳 白色就是一個很好的白馬 白馬王子 其實英國二百多年前 都是很討厭黑色的 是 把食物全部製成白 乳酪也漂白 糖也漂白 是否人是那個追求的 白色就是無瑕 隱身就變成白迫無瑕 高貴純潔 沒錯 高貴純潔 黑就是遮蓋 可能很髒 大家看不到 這樣變成黑就不好 所以 我們在武術裏面 黑 黑毛術 白毛術 也有黑毛術 沒錯 不是 《Loss the Ring》裏面也有 白毛術 黑毛術應該就是 《Star Wars》那個 一定有 白毛術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 如果這件事快不行了 就有人出來 救人 例如說 阿士忍了很久 不如說 沒有人 就是側想 有個白毛術 就說出來 可以支載到他 我可不可以找人 救一救 California 因為我在那裏做瑜伽 那個人拍了頭 但又不出糧 這個就是黑白 灰 灰 因為古時很多東西都是非黑即白 對 現在也是 現在很多人都傾向是 不喜歡把灰 其實不喜歡用腦 對 不喜歡用腦 不想想 說完這個狐狸 另外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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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龜 龜 石龜 石龜 你有沒有說過太平山石龜 你看過什麼 是不是原武 即是有蛇那個 不是 他現在說的 就是香港 圍繞著香港的傳聞 你先說 你先說 山頂 那裏叫盧吉道 差不多好頂 很有錢 不是人住的地方 不是凡人住的地方 如果我們以前說 年輕人要拍拖 就去那條龍吉道 其實那裏圍著太平山的山徑 那裏有隻龜的石 看上去看到半山有隻 就是預備力增上 從那裏向上爬 傳聞 這些應該是傳的風水大日子 即是奶布依的年代 來到香港 看到這些龍脈 宋朝奶布依 你見到一個龍脈很奇怪 就是有一條龍圍著整個 整個香港九龍 整個山勢很棒 射餅 他又預言了 將來就會有變 龍脈就會沉到海 什麼時候沉呢 就是有待龜爬到山頂 就沉了 好像聽過了 聽過了 就是這樣 但其實這些 其實他爬不爬 其實以前的人 參考過舊的石頭 山形會變 每個人都知道 你的地貌不同了 自然找不到吃 自然的風水很差 但好像老的人說 他不停地在動 連年都不同 連年都不同 那個高度 整個島嗎 不是 是一個石 石很像隻龜 有龜頭 有龜尾 有龜中間 有龜殼 有龜殼 那為什麼要爬上山頂 爬到最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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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石龜 那我幫忙搬 其實就是一塊不動的石 其實我寧願他 馬上死 長痛不如短痛 千萬不要亂死 死 但現在下海了 死了會怎樣 是會戰 什麼又說 會戰為什麼會這樣 像龜 其實是死魚 所以水魚跟龜相差很遠 像是水魚 現在的起源會戰之後 就好像一隻大的水魚 在香港的海邊 但過游就填了 周裡又填了 水都沒得喝 其實香港的風水 就是自己拿來前 不停破壞 例如說這些傳聞 我覺得以前 我小時候 可能次官都小時候 這些傳聞 我們相信程度是高一點 大家的文字 甚至乎 你看到發生的事沒有那麼密 你的注意力會在那裡 但現在呢 你說出來的小孩 真的 秒到你爆 秒到你爆 但其實我覺得 這些香港舊的傳聞 很多時候都是 一些民間的 反映到當時時代的文風 沒錯 反映到那時候的知識 和那時候的期望 對社會是一個期望 所以經常有人說香港的福地 原因就是 原來以前有些風水大師 這樣批過香港的地格 所以這些事 似乎近來 就真的很少人說 是沒有人說的了 因為呢 第一 第一是沒有奶布衣 第二 現在有些四帝名家 都只顧著找真銀 都沒有空研究這些山脈 跟電視台有關 當然 是的 因為 因為 我們以前 我們的老總 已經警告我了 他說這些名家 風水名家等等 算命 千萬不要 公開 因為這些同學幫助人 自己都 自己都不知道 人家被他 不要說騙了 被他 被他 被他利用了 都不知道 叫我們很小心 以前是挺有道德的 老總吩咐 不是我 老總吩咐 但你舊公司現在很喜歡做這個事 我不批評 不提 你在港台就不批評 這裡怕什麼 都不批評了 不批事 因為連那些 那個羅庚都不懂得看 那怎麼批評呢 批評呢 都有一件事 抬舉了 而羅庚都不懂得看 就無謂批評 即是當武刀 因為他入行的時候 是用攀的 是的 不管了 這件事 你當我幫他講一句話 你當我幫他講一句話 我真的很大方 我真的很大方 為什麼呢 因為他討厭了我很多年 因為他認為這件事 是我爆他出來的 我現在當幫他講一句好話 清楚誤會 就是羅庚就有個叫牛頭的 就是打橫那邊 那邊呢 那邊呢 是在北邊的 但是呢 香港的人就經常說 紫藍針 紫藍針 搞錯了 其實就不是紫藍 是紫北 是的 那問題呢 香港的紫藍針 實際上 尖嘴是紫北 而羅庚的掘頭 是紫北 這個不是香港的 所以很亂 全中國都是 是的 沒錯 以前是紫藍居 是的 或者以前是用池羹 但是呢 變得很亂 因為呢 你現代的那些 他就是紫北 尖嘴紫北 而掘頭紫藍 而真正的羅庚 是掘頭紫北 尖嘴紫藍 剛剛反過來 所以他講的 可能他根本不是真的用開羅庚 他就用紫藍針幫人看 哦 唯有 那你也是個人好 跟別人解釋 這裏你又順便說一下 那隻龜 正是因為你提了那隻龜 那隻龜就是 最後我們就說 那隻龜 它有一條蛇 是合體的 圓舞 叫圓舞 就是 這個組合叫圓舞 是的 沒錯 又叫北帝 北帝 沒錯 我們現在說香港很多北帝廟 北帝就是拜圓舞 是北帝踩著 踩著的一個神獸 它裡面就是 你看到就是一條蛇 和龜的合體 換句話說 龜 和龜蛇合一 哦 年年長洲搶包山 就是和北帝相關 在北帝廟 前面 在門口 以前我小時候 就住在紅磡 都出名有一間北帝廟 現在那裏還是借庫的 是的 還在那裏 以前很可憐 以前北帝廟 那條叫碼頭圍道 已經是海邊 現在填到外面 現在再進去都行幾十步 你不是那間海參風園那間嗎 不是 現在馬頭圍道 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 在那裏 但很細間 很細間 一間 我知道那間我去過 那條街 上高那條街 是基利士道 第一條街 是北拱街 隔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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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華園對面 對 國華園對面 國華園對面 大家沒有去國華園 連鹹片也沒有去看 很可憐 因為發明 老有鬼鬼全日任體 對 沒錯 就是老有崩潰 就是這樣 那間北帝廟 就是供奉北帝 就是這個玄武 前那裏就是海 紫綿開的 現在都可以 不用了 那天我們說起 這間柚馬地 是榕樹頭 那間天后廟 就是老廟 那間廟 近時對著那條街 已經是海 所以叫做新田地街 對 後面是新田地 真是新田地 就是 現在說尤為警察官 或古蹟 近時都沒有 我看到很多這些廟 其實都等於一個地標 九龍灣 平石村 也是天后廟 是天后廟 荃灣葵聰道 葵聰警署 對面 這麼進去都是廟 都是天后廟 以前那裏是河套 是沒錯 我小時候都見到 那裏是沉船的 是沉船的 因為天后廟其實有一個理解 它的起法 因為那些 竹魚的人 是的 那些漁夫 那些漁家 他們就是拜天后 就是保佑出海平安 我們那次聽譚博說 以前馬交 其實是 因為馬交是出自孖祖的原因 我第一次聽譚 原來這個 有很多個說法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跟林麥 即是孖祖 林麥有些真有奇人 就是福建人 就是一個少女 他家裡都是靠水吃水的漁民 因為逢是漁民 都很忌忌 打風 因為真的要生很多兒子 是的 那些男人一出去打雨 可能幾天 不知道回不回來 回不回來就慘了 於是 這個林麥 那些人 拜了 因為他很小 在一個 風災裡面 或者沉船裡面 都不在 但是他就變成了 變成了一個神 女神 守護神 守護神 守護著海上安全 這個呢 在鬼佬都有這個神 鬼佬叫做聖羅蘭斯 就是在澳門 在澳門 在澳門 在順風堂 在柴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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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 是個帥哥柴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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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羅凌左,這個經常都是保佑出海的海源,水兵和打羽 還有他聽說會出巡,請他出來,在澳門還要游街,聖羅凌左 其實羅馬是這樣的,這個風俗是這樣的,現在天主教,羅馬天主教都是這樣 中國南方的宗教都是這樣,台灣很流行,請神出去游街,大龍鳳,塞車 那個是三太子,你在台灣就知道,香港就不流行三太子,很大隻 台灣也很拜媽祖,因為是福建人 其實那些人口都經常交流,有時打風去了那裏,追求女生在那裏 這樣互相交流,日本也有,琉球那邊,但那些人都是一樣的 很像的,這個就找第二次講琉球 還有很有趣的,我發覺羅馬那時候,古羅馬,希臘羅馬 有三兄弟,有一個抽到最美之醜的,當然是宗師 然後有一個不幸的,被推到地府,希臘羅馬 希臘羅馬也是他的兄弟,有一個也娶了妹妹,就是天孝 就是宗師,宗師娶了妹妹,但是呢,這個天孝是漂亮 沒有一頂,但是很妒忌,沒錯,她老公很色的,她老公很色的 她老公很色的,她老公很色的,她老公很色的 你不要這樣,給我一點希望,她老公很色的 她老公很色很多人,生了很多野仔 因為人是動物性來的,以前獵獸時代,隨時會沒命 當然要多長一點,分手投資 還有問題就是她有權力,這個宗師有權力,她是雷神來的 她是負責行旅,她在希臘神話裏面,她是殺老爸 對,堆壞老爸,黑社會 她呢,凡女都對,直覺直升機 那些女裏面有神仙的女,又有凡奸的女 幾個出名的大力士,那些叫半神人,就是她搞出來的 對,因為她跟女人生出來的 而且她很賤,她看到女人很棒,是某個國家的皇后 她化身為別人的老公,去搞人 這麼賤? 是呀,她曾經試過,化身一隻牛,把人揭露了 騎上一隻牛走,又化身了黑雲 後來呢,你看一下,很淫亂 很淫亂 這個呢,每次講這些奧林帕那十二件 最近的新聞,我負責最近的 有一個非洲的小國,有流行歌手 她的歌手又被人堆壞了 不是在本土,即是在外面被人堆壞了 傳出死訊之後,她當地有一個人 朋友都說她很像那個人的樣子 她又炸裂走去想要人的老婆 是嗎?這樣就打完 後來被人拘捕了 她的老婆不知道 怎麼說老公死了? 不,她真的不相信 不相信老公死了 不相信老公死了 因為沒有一條絲 在外面被人槍殺了 但還沒找回來 人人都說好像那個歌手 晚上回到老婆 告訴老婆,其實我還沒死 喂,但她的樣子也不像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是老婆的雙情願 我也覺得是 不知道,總之 既然這樣,不如錯了 但不想養她的兒子 那就真的 睡醒了 喂,交流費,快點 哈哈哈哈 說起龜,有很多事情說 龜在之前,還是很壯碎的動物 就是長壽 因為龜,通常大大華華都百歲以上 即是你養了,你死後還沒死? 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年輕過我 還沒去過熔農別墅 在外國 你去過熔農別墅? 是青山的 是呀 熔農別墅 我那時候四歲左右 是的 我小時候去熔農別墅 駕駛車,那些朋友有車很厲害 我那時候坐小巴 那時候沒有小巴,只是有私家車 已經很厲害 然後去到熔農別墅 就讓我去玩一隻龜 即是扔了頭 不是 那隻龜是在池那裡 用錢扔頭 很可憐 那隻龜真的很無辜 很大隻 大隻到過百年 可能一百多年 那麼老都不放開 讓小孩子站上去的龜背墊上去 那隻龜可能在家裡 是 就在熔農別墅 另外就是那些 找個豪子 不是扔那個 不是扔那個池 是扔那個龜頭 唉呀,很可憐 很可憐 這個熔農別墅是哪玩的 但是扔不到的 它有餘感的 它是縮的 是縮的 有幾樣東西玩動物很可憐 大老,我想問你 那些龜也是瑞秀 又是元武 但是為什麼來到香港 不是 之前 之後呢 就 叫龜公 對 這個差不多 在唐朝的時候 都是龜也是瑞秀 到了後來 不是說什麼 金龜世 也是叫龜世 金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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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那時候呢 你要觀至三品 我不記得是否正確是這樣 它那個朝伏呢 中間那個圖案就是龜 這個就是 類似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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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說 祝你教金龜世 做了一個大官 夫人 類似 是的 後來呢 因為呢 轉了那個 轉了那個 張龜那個 那個 燃燃 那時候 那些 唐朝正燃 改名都改 叫 叫做 龜的 那叫做 李龜 龜蓮 用龜來做 美 正好 龜公蓮 是的 後來呢 就因為呢 龜呢 就 那個 頭呢 是綠色 那時候呢 就是 很多青苔 青苔 就是 綠色 就是 那時候呢 就是 頭上的帽呢 就 扎了一些筋 在那裡 叫做頭筋 嗯 我們說頭筋器 就是這個筋 就是讀書人 讀書人 就是另外一種頭筋 就是 但是那些做 技館的呢 就是扎了 頭筋 就是想被人覺得是讀書人 不是 它是 因為當年呢 職業呢 分貴賤 千萬不要說不分貴賤 是分貴賤 是分貴賤 很分 這個階級 那他那個 那隻 頭筋呢 就是綠色的 所以呢 就說 戴綠帽 那也是呢 那些叫龜奴 就是說他呢 就是在妓院幫手 有幾樣事情做的 除了打掃之外呢 在 浸堂罪呢 那些龜奴幫手 揹那個 妓女的 是 怎樣呢 因為那個小姐 現在叫小姐 阿菇 阿菇 現在叫女女 現在叫女女 女女 她呢 她呢 就不落地的 她穿那隻瘦花鞋呢 因為地呢 就可能骯髒 她上到酒樓 吃飯 你那隻鞋 下午泥笨 泥笨 換個雙鞋 就可以了 是啊 那我還有一幅照片 就是看到那些龜奴呢 那些男人呢 就背著這個阿菇 去飲宴 去飲宴 但是不是 那時候不是那麼容易 請到阿菇的 不是那麼容易做生意的 那時候門檻高很多的 啊 就是門檻高很多 大家準備7月18日看某報 是7月18日 下7月18日 停了 小弟拖著兩個 我不是龜奴 我扮演大少 扮演大少 扮演大少 有人為你吃東西 你這麼說有沒有人扮演龜奴 沒有啊 神經病 整個鬼佬 哈哈 給綠色頭巾的房子 那 由開始龜奴 就有問題 那個女人呢 那個女人呢 就不是 那個字呢 有七字 其實是秘修秘字 有一個十 這邊是鳥 那些 寶母 寶母 那個字是寶 寶 為什麼寶是什麼呢 寶是一種鳥的名字 鳥類 鳥類的名字 這種鳥類呢 聽聞 為什麼叫那些女人做寶母呢 要叫它寶呢 因為呢 那種鳥呢 是很雜教的 哦 即是任何 它是瓦來的 任何弓都 賣去都可以的 是 於是乎呢 這個這樣的 屈了這隻 這樣的寶呢 就叫了所有那些 寶母 叫寶母 沒有人懂得讀這個字 是 只有你 我見第一個人懂得讀這個字 怎麼會呢 大多人懂的 是嗎 沒有說過的話題 還有提提 龜呢 除了剛才 我們由李龜連系 都說了龜名 甚至唐朝呢 那些人特別用玉石 用金 鑄的龜形 覺得是吉祥的 譬如說 我們想捉刺官 身體健康 長壽 生日那些 就送龜給他 現在是不會了 由那麼好到後面那麼差 其中還有一個原因 據我所聽的 就是 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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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講今天的禮儀廉 我覺得他比柯市更加亂 因為欺騙一些選民 政綱進去投帝票 柯市的人都說真的忍不住 真是壞 中國或者亞洲受到中國文化影響 都是一種知恥的民族 知恥其實已經幫忙使得整個社會秩序 自動自發 即是讓你自己去管理自己 不需要有很多法律和條例 但現在已經崩潰了 自從文化大革命產了之後 大家就不知什麼叫恥 那就死了 就無恥 無恥 還有文化大革命之後 進入了一個 其實他說破迷信 剛剛相反 他就是樹立迷信 是啊 到今時今 信毛澤東 個人崇拜就是拜毛澤東 反而以前那些跟你說 例如你拜孔夫子 但你不是當他是神那樣拜的 例如你這個考試 大家以前考科舉 之前會裝香給他 是因為當他是這個 萬世思表 我們小時候去 做文化的傳承 是啊 我們小時候去開學 我也記得 我是大約三四歲開學 不知道你有沒有開學 我就有開學 什麼叫開學 開學就是 9月1號 不是 以前又叫開東學 冬天才開的 他那個季節就不是 現在暑假後開的 是開東學 過完年了 玩齊了 燒燒爆獎了 那就開學 玩到創 沒有創的 都是創的 小時候 就開學請了老師 這個老師 就會拿著他的手 拿著毛筆 就點一些文字 就寫幾個字 這個三字經裡面 最後的兩句 就是叫做 揚明星 顯父母 光於前 誰於後 即是說 你開始讀書了 你讀書 為何讀書呢 就是要 揚明星 有個好的明星 喜朵 喜朵 揚明勒萬 不是為你自己 光耀門眉 沒錯 不要失禮祖先 光於前 誰於後 之後 你又要向祖先 神主牌 扣頭 扣完之後 又要向孔夫子的象 扣頭 這樣就有很多東西吃 媽媽整定了很多東西吃 最重要的 我小時候還記得 就是 第一 有松膏 什麼叫松膏呢 即是步步高升 越整越高 然後 有很多蔥 蔥味 有很多菜 我都不記得 全部都是霞音的 霞音的 很意頭 很意頭 然後 開完筆 馬上吃東西 吃完東西 小孩子就拿出來玩 我呢 就未訪的時候 住很多 這些 住很多房人 有個婆婆 我想婆婆都六、七十歲了 她就做封禮事給我 真的不是禮事 是用紅紙包 你沒見過那種禮事 用紅紙 給你 真的沒有禮事封 她說 包幾紅紙 然後 然後 就叫她進去 房間 為什麼進去 婆婆的房間 小心啊 那時候 我三、四歲 小孩子 在圍影 是的 然後 給了一張紙我 給了一張紙我 我都不知什麼 她說 你的同志手 幫忙 蠻樂菜 圈馬 對了 蠻樂菜 其實我還知道是什麼 日蠻椒香 你 隨便去 天地鼓 宇宙洪荒,就買八甲錶,八甲錶你知道是什麼嗎? 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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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 不需要的,香港也有八甲錶,有人開的 那就是你讀了,其實有號碼的 你讀完之後,就回覆這個字,就等於是22號,等於現在是樂彩 就是童子手,你剛開完學,就是童子手來讀 他叫不要讀那麼多,救啦,救啦 那年輕人拿著那些香,就拼命讀 你叫我讀,那張字呢,就是那些,九宮格的那些 書的線頭遮住,刺完之後,揭開後面就是那些 不用,他就知道了,天地,四個字,四個字 他就知道第四個字,好過你做夢 小時候,這個印象很深,很壞不壞這件事 就使得我有了賭勝了 原來你有賭勝的嗎? 曾經有賭勝 但是這個有一樣好,就是後生有賭勝 老大就完全沒有了,現在這樣就不會賭 為什麼麻糬都不打了,為什麼呢? 人們如果沒有賭勝,不想贏呢? 根本呢,那樣東西不能夠刺激到你 連娛樂都沒有,娛樂性都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賭勝 那你恭喜你 從來都沒有,我真的很討厭 我呢,就曾經有賭勝 但是呢,現在沒有了,年輕人有的就好 我想問一下次官,為什麼童子有這麼多功能? 童子尿也有用,童子手也有用 什麼典故呢? 因為呢,上次都說了一句話 中國從宋明之後,覺得要絕人慾 人的慾望,應該要減輕 最好就沒有了,去除人慾 人的慾望最大是兩件事 一個叫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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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也是有識的,不只是男人 女人的識比男人更重要 在古代 看人啊 看人啊 不知,請馬德都很厲害 禁都很厲害 我想插開講一段故事 大家都不知道 你見到玩具有這麼性行的 我想插開講一段故事 聽眾還沒聽過 有一天,我們就吃飯 我這班朋友 探長在那裡 次官在那裡 我在那裡 還有幾個朋友 就在我們一個女子朋友的家裡 煮飯 在那裡爆人的東西 對,爆人的東西 沒所謂,不會說名 次官那天就帶了一個神秘禮物 就是一本書 那本書是次官寫的 這樣就絕了板 我就做得什麼 我懂什麼都不懂 我自己煮東西 我就在我朋友的廚房裡煮東西 接著我朋友 一個女生來的 就跟我一起在那裡打吵架 我就在那裡煮 在那裡陪我聊天 次官就走進來 舉起這本書 就說你們兩個哪個好色一點 接著呢 我都沒反應得及 我的朋友就說我 那次官就把那本書送給他 就是這樣 但是沒有客觀標準的 沒有的 其實我的書都很不划 那本就是 情慾常識 情慾通識 最初叫情慾常識 後來叫通識 通識我可以入到學校 最初的時候 沒有通識 因為叫常識 因為後來考試叫通識 新印的時候就是這樣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童子的功能 童子就是這樣 因為呢 剛才說了 要送名之後 就是去人獄 認為人獄 人的獄望裡面 食息是最大的 一個人如果要修煉 或者叫做 使到自己 有一個提升 那怎樣可以 可以證明到 所以就禁肉了 食呢 已經是食債禁了肉 或者有些人 就不吃了 例如出家人 食還可以 用自己的意念 引得到 但是 食呢 很老實 會自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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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於是 你的人 雖然是禁了 但是你的心 就如一個意 心圓意馬 心就像猴子一樣 那個意識呢 就好像馬那樣 走來走去 很澎湃 很澎湃 沒有薑 薑就是那隻 馬要套了薑 不出無薑 這樣呢 任他怎樣跑 於是 就覺得這樣 你是永遠修行不到 唯一呢 你是能夠 控制到自己 連個心都控制了 其實呢 這個世界很難的 除非呢 譬如高僧 大德 或者是那些叫做 印度教 或者印度那個 那些叫做 什麼教 就是塞頭在地下 我明白 好 很有趣 次官提起這件事 就是在那些 譬如印度 即是我們說原始宗教 那些獵狗 很年代狗軟的那些 是的 他們是專門喜歡玩這些 就是跟上人不同的 因為痛到一點聲音 怎麼會動呢 哈哈 即是他們呢 譬如他覺得 有一個人很厲害 他幾個月都不用吃東西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些人 不斷去拜他 是的 印度很多 聖星 因為他連吃東西的慾望都沒有 他水都不用喝 很多人就去拜他 然後呢 但是你說那個人不搞事的 那很難證明的 對 怎麼知道三間半夜又沒有 你知道那時候 中世紀的教宗都有女人 很多 很多 聖母院後面有這麼多鞋骨 都證明只有那兩樣人 那裡 一是聖母一日有神父 怎麼會生產這麼多鞋骨 那就是 聖母人就變成人的一種很難抗拒的 人有來的 如果一個人又變成聖母的 聖母的了 連聖母的也被控制到 跟聖人一樣 就是聖人一樣 這些越是難的 越是讓聖母的 受傷,去控制到自己 這很厲害 好了 剛才你問童子的功能 同志是最早的年輕人,六、七歲或三、四歲 他根本沒有這個意念,所以覺得這些人保存了他的元氣 為什麼我們說這種性慾念或一信的行為是不好呢? 那時候是不好的,手淫也不好 一滴精三滴血 我小時候認識自己的時候,我很怕跟媽媽去看醫生 我怕那個醫生說,你打飛機? 一滴精三滴血,十滴血 會死的,男女也不行 女也不行,女哪有精 有,所以你真是… 看到東西就笑了,忍不住我 你軟的東西就笑了,突然慢慢開 你不懂,回去問老婆 是呀,蝕嘛,你真是… 女也會蝕嗎? 有,因為這個素女經 素女經,那裡有一本都說出來 彭祖養生錄也是的 就是彩陰保養 對呀,為什麼陰是甚麼? 男人不蝕,而只是吸女人 對呀,對呀 女人高潮… 我們今天這麼會說這些話 當然了,快點說吧 女人高潮,就會有一個射的動作 對呀 男人這個時候吸收了… 就是潮吹嗎? 不是 對呀 男人不蝕,就會忍著 哇,厲害呀 就補了 但會病的呀 我看你試試看吧 看看是甚麼病 長命一齊 童子就沒有了… 有些人說,他有先天的童子宮 童子宮是他已經是成人 但他很… 童子一般 童子一般 通常是太監 你記得白鷹當農門客棧 就說他這麼大德 就因為他內功深厚 就是他練了拖子宮 就是現在的人掛著磚頭那些嗎? 那些是令外功 哼哼聲那些 那些是另外一種… 剛才你說一個字形容那位呢 他是練這個少林內功的 是嗎? 是呀 那這種呢 這種就變成了一種… 即是成人追求你 補法 是呀 是呀 其實在現代的醫學上來講 或者衛生上來講 是沒有根據的 沒有 我想問童子 其實他因為小孩子 但為甚麼他有功能 就是貼一些東西就準一點 喔 那種尿都有用的 這個有得解釋的 為甚麼貼一些東西準一點 在下我呢 直覺一點吧 不是 因為他的思緒未受污染 即是他那個intuition呢 我們叫做直覺 直覺呢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考量 即是理性啊 非理性 早幾天 是廣東廣西的題目 即是他沒有說理性和非理性 總之他就是想的很簡單 他的直覺 他沒有判斷的 總之他覺得是就 像我小時候呢 試過爸爸在賽馬 悶到秋斤的時候沒有iPad 那我就在畫他們那些馬飛 那些… 那些… 畫中了 他們沒有買而已 看著他們丟掉 他們丟掉 他們丟掉 對 就是這樣 還有呢 現代科學有個解釋 就說呢 Alpha Wave 和Beta Wave 即是人們想法 有分Alpha和Beta 那如果一個人 好像我們現在 科學主導 甚麼都要說 邏輯理性的話 就會是其中一個 是Dominate 另一個就是Dormant Dormant就是睡覺 正態 有些人所謂靈性很高 又可以預知未來 又發夢 又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人就是 反而不是理性邏輯 那個Way 是的 那小孩子自然 就不會是理性邏輯 那一邊 其實也不用說得很複雜 其實跟教育真的有關 是 你小時候 塗這麼多字給他 他連那個本能 就去判斷 或者去處理一些問題 他都是靠文字的想法 是的 那變成良人自然會失去 令代也是這樣 失去了直覺 對 中國你說的哲學 有一個天性 是自己可以問到良心 這個一定要清明 為甚麼叫清明 例如你臨睡之前 沒有其他雜念 一切都跟天 連接了 我們用另一個詞彙 就叫做搖契 就是你的天 跟你 天道跟你的人心 是好像有一條線 接著 搖契 大家對應著 所以很多時候就說 問心 問心就是這樣 即是那些人發誓 對燈火說 對 對 問心就是 如果你清明的心 就知道甚麼叫對 對 這是人人的良心之斜 對 還有良心 但現在很多心理學 就說沒有 這個世界 因為變了 現在的寒冷 都是 好像你說的 讀書的時候 搞你 對 但你再想一想 如果甚麼都是靠法律 甚麼都是靠他律 他律 這個世界 有法律 就有法律 對 有些人專門為法律 而做很多事 有些人用錢來做法律 對 沒錯 有這個建制 自然有反建制 自然有東西 就讓你走掉 但是呢 這個良知 就走不掉 你真是 回到一個清明的時候 你自己 例如說 觀照 我們 道家都說觀照 佛家都說觀照 觀照的時候 好像一個明鏡 在心裡明鏡 立刻照出來 你自己救得慘 自己覺得不好 有些人問你 你覺不覺這件 自己面紅 真的會 但我不是很能夠 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但我覺得是需要很高的道德標準 我覺得 我剛才所說的 你想想鄰近地區 很多人 觀照完之後 覺得沒問題 他有的 他有的 就是New Balance 他不夠贏人 真的當我自己 新靶子 他覺得沒問題 他不是那麼問題 他說沒問題 為什麼呢 他有另外一個利益更高 於是被遮蓋了 遮蓋了 我們要留意一下 我們新的裝置 剩下58秒 但我便要說一件事 就是 大家術數方面 比如說 有事情想問 自己解決不了 要是用塔羅牌 求籤 或者是不同的方法 尤其是一個估法 我最喜歡用的 就是什麼呢 就像你所說的 臨睡之前 做什麼呢 就是臨睡 那當然是 製作者 你洗澡 洗了頭 換了床單 然後在這個時候 你想著你的問題 就去睡覺 發夢的時候 就會出來了 你潛意識 沒錯 第二天睡醒 或者就會出一個號碼 那個號碼 就會 例如你隨便 喜歡揭 什麼 黃大仙也可以 觀音 女組 就會在那裏出一個答案 不求人 不用錢 我試一下 今晚 又是講這個清明 其實也不夠時間 講我們這麼多話 不夠 下次再講 時間又到了 好 我們下一個節目 forum 的節目 是明晚 再見 拜拜